华联市第十届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权利审查委员会 共有九名成员 其中华联市长魏家宴为当然主任委员之外 其他六位委员有六人连任 以及两人新任 市长魏家宴除了亲自发放聘书 也期盼图审委员详尽审查及遵循法令规定之下 让族人取得合法使用土地的权利 华联市第十届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权利审查委员会 共有九名成员 其中华联市长魏家宴为当然主任委员之外 其他委员有六人连任 两人新任 他们一一从市长魏家宴的手中结果聘书 并针对相关事宜进行讨论 那未来我们在华联市的原住民的保留地的一个部分 还有一些原住民的权益都要仰赖我们土生委员 那刚刚也跟我们说土生委员聊过 未来的国土就要法也会详尽的通知我们土生委员一起去参与 那很多的包括是我们的部落 包括说我们原住民的一些权益 包括有一些争议 那刚刚也在会中也跟我们所有的土生委员说 一定要详尽的厘清一下我们之前 不管是历史的脉络或是有一些问题 那我们都希望要公平公正公开的来去详尽的审查土地的权益 那也保留 未来也同样的能够帮族人来争取我们土地的权益 那也希望说能够落实我们公平正义 市长魏家宴表示 原住民族人要取得祖先传承下来的土地 除了要符合相关规定 还有许多繁杂流程 由于牵测范围相当广大 有些人都是花了数十年的漫长等待 才取得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利 也期盼在土生委员详尽审查及遵循法律规定之下 尽全力捍卫族人的权益 记者徐立芹 华林氏报导